注意看 歌手李克勤在节目中突然被警察强制带走 直接惊呆了全场 原本李克勤正在深情地唱着歌 现场却突然来了两位警察 直言让其出示工作证明 但据李克勤表示 他的工作证明一直都是由他的助理保管 只不过当他打算让助理出来时 他的助理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怎么也找不到人 而现场更是乱做了一团 最终双方达成共识 由其中的一名主持人出去帮忙寻找助理 而其他人则是在现场等待消息 但过了一会儿后 主持人仍然没有找到他的助理 最终决定将李克勤强制带走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的助理却突然出现 并把工作证明也一起带了过来 只不过当主持人拿出工作证明时 李克勤却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节目组安排的整人游戏 不得不说 台湾省那些早期的整人节目 真的是太过疯狂 好难打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